美国制裁俄罗斯加剧三大危机 西方疲惫不堪 领东将至普京的主场到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欧洲本以为听美国的话就能拖垮俄罗斯 没想到俄罗斯不仅越挫越勇 反倒是西方开始疲惫不堪了 而且随着今年冬天的脚步逼近 恐怕西方要担忧了 今天我们来讲讲美欧制裁俄罗斯加剧三大危机 最近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了一番难能可贵的反思 这篇文章认为 虽然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损失了不少军人 但却让一直在大力援助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首先疲惫了 因为这场冲突导致欧洲能源紧缺 天然气价格暴涨 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历史新高 这让欧洲的人民苦不堪言 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冬天的脚步已经渐渐逼近了 一旦到了冬天 欧洲国家的能源危机将会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大概率会逼迫乌克兰签停战协议 不但如此 文章还着重强调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和乌克兰打持久战 熬到冬天就是俄罗斯胜利的时刻 普京之所以还要继续打 其实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拖入欧洲 这样欧洲自己都麻烦缠身 就再也没有精力管乌克兰了 事实上 西方失失的制裁 很大一部分都抱拥到了自身 加剧了三大危机 首先是供应链危机 其次是粮食危机 最后就是能源危机 尤其是能源领域 自从禁止了俄罗斯的能源之后 欧洲能源价格暴涨不止 而如此高昂的能源价格 也就让西方的通胀更加恶化 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许多国家领导人 纷纷站出来对高通胀发出警告 不过为了解决能源紧缺的问题 有些国家到自作聪明 想出了一些所谓的好办法 比如呼吁民众少用一些能源 自己上山砍财 或者减少洗澡次数等等 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的智慧 想出来的办法非常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只是不知道进入冬季之后 民众该怎么在大雪纷飞的雪地里砍财 众所周知 欧洲冬季的时间特别长 没有天然气 无法度过天寒地冬的冬天 可让事情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元凶 正是欧洲自己 一直以来只知道盲目跟随美国 却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 最后让民众来为政府的错误行为买单 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 西方不是一直宣传自由民主吗 那政府应该自发的替民众上山砍财 别让无辜的百姓来做炮灰才对啊 令人意外的是 欧洲这边民不聊生 百姓有苦说不出 已经是麻烦颤身 焦头烂额了 就在这时 俄罗斯又以燃气轮机维修延迟为理由 把通过北溪一号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减少了60% 这一举动可把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折磨得不轻 这下怎么办呢 难道要向美国购买天价天然气吗 谁担付得起呢 而这也仅仅是普京给出的开胃才 之后俄罗斯又以检修的名义暂停了向德国等欧洲国家供气 长达10天 声称要等到维护完毕后再恢复供应 虽然俄罗斯表面上说这是每年的类型检修 可是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 至少能给欧洲各国一点提醒 那就是俄罗斯掐断能源供应不是不可能 各国最好小心点吧 欧洲当然知道自己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 却还要跟着美国佐死 将自己放在了最难熬的位置 再过几个月 领终将至 到时可就是普京的主场了 恐怕欧洲各国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后头呢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